最旁通啦 像因為剛好你們課程裡面有VVA 所以我們順便講一下 其實我也倒來建議 因為在eSale 幾乎所有電腦都會有eSale 但不見得會有Python Python你要自己另外安裝 而且有些金融機構 或者金融公司企業 他們就不允許員工裝一些有的沒的 除非你要額外寫報告 就麻煩了 那但是eSale一定會有 所以如果你剛好手邊沒有辦法裝 你就乾脆用這個來寫 其實也OK 那怎麼做第一個 也許請各位試一下 有兩個函數 如果我要產生什麼 產生這個 剛剛一樣的這個表 其實是在eSale裡面對不對 那你用兩個函數 用函數也可以 你只要函數做完之後 之後後面的部分 這些不用吧 你這邊都可以 其實他就講可以向右 向下 一次就OK了對不對 這完全不用邪論的程式 但是其實也是類似程式的概念 就是說 eSale是把那個回圈概念 變成圖形化拖拉的有沒有 像很多圖形化工具 他的好處就是可以讓你不用寫什麼回圈 因為很多人根本沒辦法接受回圈 或者是他光想到說要寫程式 整個頭皮就發麻了 感覺就是整個人就不對勁了 感覺就是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就完全不能接受 如果是這種人 他也只能停留在視覺化工具 視覺化工具 倒也沒有什麼不好用 反正我覺得工具 能夠解決問題就是好工具 對不對 管它是什麼工具 而且現在工具越出越多 現在很多 因為現在蠻流行 老闆最喜歡看 所謂的視覺化的報表 有沒有 你報表你不要是給我一堆數字 一堆表格 你給我一個視覺化 就是反正我看了 我直覺就是要哪是趨勢向上 還是趨勢向下就好嗎 哪個產品賣得好 他這幾個月或這幾年 有沒有成長衰退 你給我馬上給我個這種視覺化 那問題是說 現在就有很多工具 他可以馬上做出來 那如果你說你要用Python寫的話 曠日費時 乾脆不如直接拿別人來先充速算 對不對 像Pow BI 又免費對不對 你就能弄一下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不會的話 你還要很辛苦在那邊寫Python 寫出來的話 哇 老闆你我可能要 你說要多久 我可能要一個月 一個月 我說不如你用一個工具 可能一個小時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盡量懂得利用什麼 上面這個函數 所以第一部也許可以先試試看 用Row跟Column 幫我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用VPA 也許你再產生另外一個工作 一個工作表 然後一樣 你們這個假設要用VPA寫的話 第一個一定是先啟動開發人員 第二個VPA 第三個的話 就是在這邊先產生一個模組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再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我叫99層發表 99層發表 或者確定Sup 那如果說我要執行的話 其實邏輯上跟剛剛幾乎一模一樣 一樣 基本上我還是會按TAP 在如果VPA其實不用按TAP 不用縮牌都沒關係 你全部寫在同一階都沒關係 但是還是養成好習慣 一個TAP 那其實跟剛剛一樣 如果說你把剛剛那個Python的概念拿進來 我們是外回圈 所以外回圈是4 特別注意 在VPA裡面一樣用i 不過後面不用in range 你就是等於就好 它就會自動幫你1 空一格2 1到9 它就可以這樣敘述 所以其實跟那個 Python裡面是用range 如果你把它改一下就ok 但是意思 這個i的指揮在1到9之間幫你產生 反而VPA好像這比較好理解 range的話它還要減1 後面那個數字 那Enter兩下 但是它多一個nest 在Python裡面沒有寫nest 有沒有 ok 那不過呢在VPA裡面你要多打 那這個nest 其實意思就是nest i nest i這個i 其實後面的版本可以不寫 但是你想說老師我打一位可以 意思說它下一個i 1 下一個就2 下一個就3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 裡面部分就是追 所以你就是把那個 這個複製一下 再把它再貼一次 然後把它貼到裡面去 再把這個table一下 下一切 把它改成J就可以了 i for j 有沒有 那兩個回圈 輸出的話輸出到哪裡 那VPA部分的話它是輸出到我們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哪個位置 那儲存格的物件名稱叫Sales Sales Sales就是那個儲存格物件的集合 然後你刮物之後它會問你說哪一列 幫我輸出到i列 先列 先列嘛 然後輸出到哪一欄 最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串接的結果 那你就是先列 i 空一格 那在VPA不是用加號 是用什麼 用and and 是串接自串的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and什麼呢 and一個x 空一格 空格在VPA裡面這個是必要的 他and前後一定要空格 and追有沒有空一格 and什麼呢 等號 然後呢 and 兩個相乘的結果 i乘上追 好 程式寫完了 另外 在VPA裡面我講過 它有個好處 不用轉型 反正呢 如果 它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它i裡面本來是整數 它只要遇到什麼 and的話 就自動轉型 OK 特別是說 遇到and 就自動轉型 自動轉型 這點我倒覺得還不錯 不然的話有些時候 你寫習慣VPA 再跳去寫快樂 結果怎麼又錯了 我忘了轉型 轉一下 太多地方要轉型了 VPA不用 所以有的時候 各有的缺點 記得 它就是 本來是數字 過來 遇到and 自動幫你轉換型態 比如它過來本來是1 遇到and 自動轉成這樣的1 跟它轉 OK了 沒有問題 這個是自動完成的 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就出現了 有沒有 OK應該可以看懂意思吧 你說有什麼不一樣 我倒覺得也沒什麼不一樣 反正就換個地方 敘述不同的語法 但是你可能就是要記得哪邊不一樣 所以其實這邊我真的經歷過太多 我從早期什麼ASP 大概20年前的工具 再慢慢轉移到什麼VB VB.NET 然後慢慢也許改成PHP 然後慢慢再改成什麼C-SHARK Java Android 然後還有一堆JSP 反正一堆工具 其實都差不多啦 其實基本上語法只是稍改一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在那個延伸性的部分 我剛剛有就是串接之外 你們也可以現在用那個 就是這個 Raw跟Color函數 串接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VBA 切到VBasic 記得先插一個模組 因為一般習慣上都會把SUV放模組 共用嘛 然後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可能游標放這邊 打一下這些 相關畫面呢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再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也就是說未來 如果你們有多月的時間 也不妨就是說 把Python寫過的東西 你再到VBA裡面亂亂看 如果兩邊都可以Run得出來 以後管它什麼工具 反正呢你解決問題 手邊有什麼工具 就用什麼工具去解決 那因為呢VBA的好處是這樣 幾乎所有電腦都會有裝Excel 有沒有 哪怕是一般行政作業的電腦 但是不見得會灌那個Python 而且你不見得說 你有那個權限灌這個東西 但是你又要解決一點問題 用寫程式的方法解決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恐怕VBA還是有它的優勢 我想短期內 在5年內應該這個應該也沒辦法改變 而且目前工作裡面 使用機率最高的那個應用程式 應用軟體 應該非Excel莫屬了 對好像目前 而且更值得思考就是 有沒有哪一個工具可以取代Excel 如果你今天把Excel拿掉的話 你拿另外一個也可以完全取代它 好像又目前暫時也找不到 哪怕是現在有什麼Libra Office 或什麼Open Office 免費版的Office 免費的給你用 但是看起來推動的狀況 好像還是不如預期 因為蠻多公家機關都想說 換成那個免費版的Office 試試看 結果後來感覺好像是 剛開始聲音都蠻大 之後好像也不了了之 所以我覺得最後還是 差異性還是有 而且一般人使用不習慣 他又會想要改回Excel 因為最後這實在是很困難 有點像你已經中了這個賭了 所以目前來看 這個軟體應該還是 市場上佔有率高 然後使用情況比較大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那我剛剛第一個就用Row跟Color 試試看